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去找你 来 唐同学 请举杯 好 好 你们中国素有青梅煮酒论英雄之处 我们日本也有一杯青酒十五式的美谈 只是有的人确实敬酒不吃 是 吃罚酒啊 我 我我不明白 警官长的意思是 说吧 别让我对你失望 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考虑 何取何从 你自己定夺 我说来说吧 我看你一切可怕的 那是怎么证实的 我葬的时候 也就是个证实的 我看着你一时间的 你怎么不就行 就能击 dragon 还有一时间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五分钟的时间到了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您 您让我说什么 你脸上伤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 我 我摔的 真是摔的吗 真 真的 人坏水 你应该知道撒谎欺骗我 会是什么下场 不想在这儿说也没关系 我给您换个地方 来人 人烦一关喝多了 把他带到新民队去行行救 金文长 我说 我说 桃儿 你要先展的带我去侦查 我不去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跟谁去都行 反正不愿意跟他去 不愿意总得有个理由吧 我就是看他那牛里牛气的劲 不顺眼 牙还有咬到舌头的时候呢 你能为这个把牙都敲掉吗 什么 他们是小分队 是 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他们对我说的 他们是怎么说的 那个看起来是个头的说 这个头还是个女的 他说 我们战不更名 做不改姓 皇军小分队 你总提说了吧 就 就这些 他们除了问 松本最高森长官 要去黄龙镇开会一事之外 还问别的了吗 问是问了 但他们还是对 黄龙镇开会的事 尤为感兴趣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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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问了好几遍 而且问得很详细 老同学 今天只能委屈你下了 把任藩医官带到五号公馆 严加模糊 下面 我宣布一下 去黄龙镇侦察的具体分工 给我接特务队 给我接特务队 黄龙镇 黄龙镇 你马上到我这儿来 给我接真机队 接纸 纪管长 您有什么吩咐啊 是 是 我买 什么事这么急 渡边机关长 召开紧急会议 那咱们的事 改在明天 明天个屁 你哪都不能去 就在这乖乖等我 听见没有 好的 说 你干什么去了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我还以为你被日本鬼子给抓走了 我这不是没事吗 那是你运气好 都有事就晚了 你不是上夜班 怎么回来了 留你一个人在家 我能放心吗 别打岔 说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 我出去散了散步 散步 你胆子也太肥了吧 这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日本鬼子的眼线 一不小心 我下次一定注意 没什么下次了 对你来说 我是绝对不允许你出去的 你这是要关我禁闭呀 那为了你的安全 该关就得关 那我总不能不办事呀 你要办什么事 可以让我给你办 你就不怕出事了 我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伞 什么保护伞 美国是中立国 美国人和他们的雇员 是受国际法保护的 而我是美国教会医院的护士 所以享受这个待遇 是本鬼子为了欺骗国际舆论 眼下还没有撕掉这块遮羞布 所以鬼子兵 暂时还不敢把我怎么样 是本鬼子可都是畜生 你万一落在他们手里 可就遭殃了 你知道我们有多少好姐妹 被日本鬼子给糟蹋了吗 小分队要袭击黄龙镇会场 那目标是 松本最高司令长官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我这眼线 怎么一直没有动静呢 不应该呀 小队长 您这个情报来源 可靠吗 侯队长 请你不要自己为事 难道我就不能有其他的情报来源了吗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这个意思 对大日本皇军 你必须绝对无条件服从 是是是 绝对 无条件服从 我决定 我们就在黄龙镇 来个将计就计 用松本最高司令长官 这个无比诱人的大鱼儿 来钓上小分队 这条大鱼来 你真没什么事让我办 宋平姐 你这是怎么了 我连命都豁出去了 你还是不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事 这怎么能跟相信不相信扯到一块去呢 宋平姐 你多心了 我只是怕你有事不说 给耽误了 好吧 我说回刚才的话 这就对了 快睡吧 我困了 好 睡觉 这件事情 如果让松本最高司令长官知道了 怪罪下来 不会的 松本司令长官 对于消灭那只 如此在喉的小分队 更是会大家赞赏的 我知道了 那咱们明天就把重兵埋伏起来 并且做出一副 平安无事的样子 敞开了门 让让他们进来 错 错 错 我要你们做的 恰恰相反 重兵把守 严加戒备 仔细搬岔 对可疑分子 要一律待出人 是 醒醒 准备 你怎么才能够回来 什么事耽误了这么长时间 什么事 这渡边一郎机关长 这是想要当江太公啊 当江太公 明天带黄龙镇 渡边一郎机关长 准备一举消灭那只 该死的小分队 黄龙镇还一举 他咬牙跺脚举了多少回了 那帮小分队 还皮毛未损呢 我说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呀 瞎操心什么呀 还是先说说咱俩的事吧 来来来 我说这一件事 我 我刚才交代的 你都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你放心 我侯某绝对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事成之后 老子一定重重地靠上来 三成 多谢队长 多谢大哥 喂 我是杜鞭一郎 夫君 是我 惠子 鱼儿已经上钩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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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才来 还说呢 就是信侯的那小子 临时被叫到杜鞭机关长那儿 开了个什么紧急会议 给耽误了 紧急会议 什么紧急会 就是不知明天在黄龙镇 怎么消灭小分队的事 是吗 你小心跟我说说 不是你 Huang 你还没有想让他 你看 你还能够 吃宫的 起床 你还能够买 你还能够买 是吗 因为你还能够买 炮火器官长 按照您的吩咐 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 手朱带头 这两边的民房 你打算怎么利用 把这里的老百姓 统统清理出去 里面埋伏下我们的士兵 一旦战斗打响 他们就冲出去 前后加起 不 不要请令 把他们控制好就行了 一来可以掩护你们的行径 二来 让小分队 投鼠即进 火力不能完全发挥 炮火器官长 您这招真是妙啊 那里就是今天的会议会场 戒备可是够严的 什么 那我就要看你无影胜手 的身手了 这招真是妙 不是 你这招真是妙 你看我什么 我伪装的是日本记者 没有日本记者的 一招真是妙 你让我怎么进 他的意思是让你去偷 不 你看你 别人说什么都行 我说什么都不行 大河兄弟啊 此时的偷非彼时的偷 偷是手段 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只要能完成任务 我们用什么手段都没有错 我请来的 国内各大报纸的记者 都到位了吗 包括周日新闻 独卖新闻的记者全部到了 他们现在 我已派车送他们去了黄龙镇 干什么呢 我们 看一遍 你 送给你 谢谢 谢谢 魔术大师 魔术大师 来 这边 新票 新票大大的 谢谢 谢谢 这么快就偷 弄来了 你再说那个字 我去抽你耳光 我不没说吗 无影胜手 干得漂亮 我展云鹏 也绝不能含糊 是骡子是马 迟早得拉出来遛一遛 你们就在这儿 静候佳音 瞪大眼睛 学着点 什么人 什么人 你為什麼知道 無論如何離開 都不會改變 是故事的故事 對 我的居住是北海道的 居住的人 在這裡 很光榮 請你 進去 如果有宿舍的話 就說吧 你别说 斩云鹏到那儿 击里巴拉说了两句 还真进去了 我真的叫一招先吃变天 干什么都得有绝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云鹏出来了 他发信号了 咱们坐 小日本在这儿 这儿 还有这儿 设有警戒哨 每个警戒哨 有五六个士兵 并配有一艇歪霸子机枪 这两次相防 有士兵驻守 担任会场巡逻 我的妈呀 小日本不是把这里弄成 滴水不漏的铁桶镇了吧 这就怕了 这不明摆着吗 狐狸咬刺猬 无从下口啊 百密必有一书 再兼顾的阵地 也有它薄弱之处 诸位 请看 这是一条夹道 夹道这旁 有大约五米的高墙 这一侧 是戏台 报告警官长 出事了 怎么了 独卖新闻记者 平天红业的记者证 背头了 机关长 要不然 我先把我的人 全部撒出去 全力以赴 带住那个小偷 侯队长 你真的认为 那是个小偷吗 难道 我们的战览 他们肯定 已经参观完了 好 我决定采用 展云鹏的建议 咱们分成两个组 第一组 由叶宇涵负责 在外面担任警舰 第二组 跟我翻墙进去 隐蔽在戏台下 瞅准时机 突然杀出 打小鬼子一个 措手不及 你们现在 都去睡觉了 睡觉 对 睡觉 养足了精神 好迎接我们的客人 登门拜访 头儿 我对你这样的分工 有意见 有意见 说 为什么让我们 在外面担任警戒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咱们头儿可是怜香惜玉 你俩别把头儿的好心 当驴肝肺呀 我不需要怜 也不需要息 你们能干的我也能干 我要亲手杀了这个松本 为死难的骨肉同胞 报仇血恨 男女总有别 你 雨晗 自大喊你浑蛋 我 我这不好话吗 你给我滚出去 不要让我再看看你 我这 别别别 别说了 走吧 快点 别说了 走 你没事 与 paper 你给我 再be 一二 section 从小几个地 撤下 你住在这边 你竟敢 赞 为了防止意外 我想请您用替身 替身 替身 对 这个替身 无论它的身材与相貌 都跟您故似 不 不 我绝不用替身 为什么 一旦你有个闪失 让我怎么向天皇和君母交代 所谓帝国的一名高级将领 不能从容地面对死神 那将是颜面无存的 不便一郎 我相信你 到时候 一定会把活桌的小分队 带到我的面前 让我见识见识 雨晗 我说了那么多 你还生气吗 头就是头 我的确太任性了 知错就得改 嗯 先生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这本三国演义的作者 可是罗冠忠 不 罗冠忠是西游记的作者 《红楼梦》也是他写的吗 《红楼梦》的作者 是曹雪晴 您好 我叫白杰 我叫罗凯 罗先生 我听齐先生说过您 可齐先生他 烈士的鲜血 不会白领 我们被制寇 破坏的地下党组织 已经恢复了 你跟长江一号 要赶快跟他们联系 怎么 我刚刚得到 来自内线的一个重要情报 渡边一郎 要在黄龙镇干点什么 他在加强警戒的同时 又在暗中受了埋伏 好像在硬有什么人来进攻 肯定是我姐姐他们 我马上就去跟他们联络 要是像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今天放弃了 想以后在场可就难了 你们都别说话 让我想一想 事进事退 你得当机立断 脑袋掉了不就晚达个巴马 怕死的留在这儿 不怕死的跟我走 我不怕死的 我跟你去 展云鹏 我们既然来了 就没有怕死的 是啊 多想想 还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啊 我决定了 去 听着 按我原来的分工派 走 来 不要打扫牵手 放他们进来 我先上去看看情况 来 行官长 我看着这这儿 四个全都上枪了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